喂 我想告訴你 不要這麼過癮 就好像你打珍珍那個男人 你以為真的很有型嗎 要你死的時候你就死了 你只餓餓餓餓 但是昨天我聽珍珍的訪問 我真的令她不忍心 我真的要再找一次她聊天 因為我要訪問她 尤其是她答應我上來做節目 但我沒有找她 我要把她的假面具撕下來 是嗎 沒有錯 為甚麼呢 她實在是假面具 我要教正她 雖然我知道大家很喜歡珍珍 他還說 她訪問也這麼說 說很替她做壞事的人 傷心 因為她瘋了魔鬼 我心想 她說她沒有生氣 還回去練功 練完功就沒有東西吃 她都沒有這麼想痛 叫她說我真的不能忍 喂大哥 說真善忍而已 忍忍到這樣 不是吧 我一定要扭正啊 真真 你這樣 但是當然她這樣 就令很多人很佩服 很喜歡 我也佩服她 但是我現在覺得真真 耶穌這樣 我真的撐開一點點 撐開一點點 撐開一點點 我從2013年開始跟大紀元或者法輪功這群朋友認識 那時候包括我自己的陣營裡面 很多人說 不要跟他們走那麼近 都是麻煩的 究竟有甚麼麻煩呢 其實從頭到尾有甚麼麻煩呢 沒有人說得出來的 只不過是 又是那種模糊的 說真的 這麼多人不肯拉她 這麼多人不肯搞她 她都是有一些東西的 其實很多人都這樣 都是邪邪的 就是說你那些東西 好了 究竟 不過他們的師傅叫甚麼 李雲志 李雄志 李雄志 是不是邪教那些東西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跟過 沒有看過他的著作 也沒有跟過他學習 但是我所認識的法輪功的人 差不多一個人都是好人 你想想 當然他們都會有 他們當中都會有講是非 都有的 但是 都是全部心底好 好人 我又看不到他們做過惡事 是吧 反而我認識很多人 說天主教徒 然後叫雞 又說叫雞 然後叫雞 叫雞也不要緊 叫雞不給錢 叫雞不給錢之餘 然後還說要告告別人 我告告你 違反逗留條件 還要拿回你幾個 然後星期日去懺悔 懺悔完繼續做這件事 所以你說那種人魂逆魂 那種模糊是多重要 今天有一個很經典的個案 就算我聽他們說 很多民主派 對於他們 避之質疑 不敢受他們訪問 也是 也是的 現在可能也是 你不知道 就是肯受他們訪問 你不多 那個時候 我們蘭花戲的時候 就是支持他們 都有人跟他們說 你們說搞事搞 不要跟他們那麼接近 都是很多這些說話的 其實我們不是支持他們 不過無論如何都看到 幾個女人被人欺負 姐姐姐姐 你激於義憤 又不是什麼 就吵架她 想給面子 但是用這麼多年換回來 現在大家看到 誰才是說真話 夠勇氣 那就看到 今天第四節 現在第二節 第四節 本來我不想說 但是今天有些微妙的轉變 就印證了 我們在這個漩渦當中的時候 其實真的要分辨 包括回憶我們過去的兩年 你自己一定要很醒 要知道每一件事發生 不要全聽 因為太容易 其實很容易 現在我們說真話 作為我們普通個人 先不要說國家 不要說社會 其實說謊 最重要的是 就是說真話 什麼叫做 說真話呢 就是你一千個入面 你九百九十九個都是真話 對方認為你一定在那個位置 說謊的時候 你都說真話 那他就覺得你好人腦術 然後他在那個對方 覺得你不懂你會說謊嗎 那就還在那裡說謊 就不要大話連篇 一大話連篇就不會相信 譬如說 我老婆不想要我 為什麼 我不想要 什麼事 因為我又少錢 還有他嫌我和賓州短 你們看看 譬如兩吋 這些就沒事了 好了 他用賓州短 你們看看 一拿出來 九吋長 然後硬起來很厲害 然後你就說 你老婆嫌你不行 是為他不飽 不是弄痛他 那別人就覺得你荒謬 就是我了 你所有的事情 其實很多事情 有時候我又不能夠在這個台上名言 有些事情 可能誇張的事情 往往就是它之絕招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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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